今天是发生什么事情 刚才我要买那个点数 你要玩什么游戏 不是游戏 是交友 男子没有玩游戏 却在超商内一口气买了 破万元游戏点数 究竟是什么原因 交友平台 为什么要买点数 不想 因为他说这个 你买了吗 买了 我传给他了 又是假交友真诈骗 新北淡水 一名六十多岁邓姓男子 日前在交友软体上 认识一名名叫安琪的女网友 双方相谈甚欢 但就在最近双方相约见面聚餐 对方却要求他到超商 买三万五千元的游戏点数 才能解锁见面 男子不宜有他买了两万元 当要再次购买时 急紧店员直觉有意报警 他们说不要 他说这个应该是不 那会 应该啦 那个就是 远景到场不断对他解释与劝说 男子一开始还执迷不悟 想再继续试看看 说不定三万五会过去 确实是真的是可以 没有啦 不要再会了 对 就不是了啦 这钱要不回来 男子这下才恍然大悟 立即封锁对方删除软体 陷陷入诈骗集团圈套 远景苦口婆心劝说 及时阻止一场骗局 记得黄天耀范亚乔新北报道 我是戴立刚 也是气象专家 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 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信息 当然更重要的天气内容 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 更多的新闻信息内容 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把计程车带步外出台中一名24岁女子 因为手机忘在小黄车上联系问奖 惊觉对方企图侵占 尤其仪式的手机还是最新款的 要价两万五 24岁林小姐住在台中市南屯区这一带 15号半夜4点多 她搭计程车回家 洗澡后惊觉手机不见 赶紧打电话报警 再到警局制作笔录 并透过轿车平台联系司机 但对方否认看到手机 林小姐不止自办柯南还花钱 再买一支全新的手机 没有 我没有啊 我没有拿啊 她说你这样子吵我一整天我在睡觉 她先透过手表追踪到手机位置 冤警也协助联系司机 过程中林小姐的定位追踪到司机住处 但电话当中对方依旧否认拿手机 林小姐愤而提告 没想到司机竟立刻拿手机到警局归还 我没有拿就是没有拿 提告都完成了 我也拿到三连单好 我就回家了嘛 大概隔隔半个多小时 我就急到电话了 司机的父亲就带着手机 来派入所交给警方 并告知警方说 他早上的时候在车上有发现 这台手机 故意以为这台手机是他儿子所有 警方指出已经将案件寒送 虽然司机强调是老父亲搞乌龙 但林小姐依旧提告 希望对方能学到教训 记者韩志欣 许玉文 王柏英台中采访报导 我是林佩杰从生活消费政治议题到国内外的最新话题 透过镜头传递新知 我在中市带您掌握大小事 更多资讯请您锁定中市的日子频道 同时要记得帮我们按赞 订阅分享并且开启小铃铛 屏东一间民宿遭警方锁定大阵仗攻坚 破坏工具急破窗户地毯式围捕 粉红色货柜屋嫌犯排排座 遭警方逮捕 远警缤纷多路 在另外房间内将人压制 电信诈骗集团谎称假检警 躲在民宿进行诈骗 甚至还有交战手册 一举破货诈骗集团逮回20人 而民宿老板似乎帮忙把风 周一到周五让诈骗集团进驻 六日又变回民宿来客 诈骗集团常离本侠某处民宿中 19名犯嫌全部羈押禁件 高雄行大接获通报 有嫌犯假借泰国庙语宗教信仰 在网路上宣称可以帮忙改运 让工作顺遂 初步估计至少30人受骗 其中一名被害人疑似竹科女主管 受骗金额高达190万 招诈骗最高的金额 达到195万以上 经过初估是720几万 宗教据典搜出改运蜡烛 佛牌等证物 一共查获四人道案 以诈骑罪嫌移送侦办 这评论高雄做不懂 我是刘佳 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时事国际脉动 财经动态还有气象资讯 最接地气的新闻台 让你重要消息不露接 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 当然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式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喔 违规被开单 哪里怪怪的 仔细看这挨罚的车牌 竟不是在跑的车 而是坐在人家脱钓车上的轿车 动都没动 也能被罚 让车主又够傻眼 原来这名驾驶 2号早上因为车辆抛锚 投于爱车 没想到载运的拖掉车 违规从外侧车到跨越 双白线到内侧 这一刻科技执法镜头 排斥拍到了 却拍错车啦 苦主收到罚单 知乎扰民 我会觉得蛮夸张的啦 你要科技执法可以 但是人民花自己的时间 自己的金钱 去证明自己没有错 其实我觉得蛮瞎的 执法就在新北市巴黎 龙米路上 由于前方就是关渡大桥 车流量大增设科技执法 没想到闹了个大出包 民众狂轰警察累了吗 实在太扯深喝都没在做 根本是抽级傻眼的科技执法 在得知相关讯息 警方立即与本日 主动将罚单撤销 将加强教育 及落实审查机制 除了主动撤单 警方也强调 会再请仪器业者强化辨士 避免开单弄售化 科技执法辨 乌龙执法 记得杨洁黄玉兰 新闻报道 我是宋慧文 您的生活日常 从每天收看中式新闻开始 中式新闻陪您度过 平凡而充实的每一天 更多新闻也请您锁定 中式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记得开启小铃铛喔